我想這個地震來講規模到7.2 我想它的餘震也是會蠻長的一段時間 影響到旁邊的其他斷層在引花的地震 因為它的餘震可能會達到6點多 也會造成你的房子受到約破損就是 另外一個是它會造成 因為台灣的山很高 坡路很陡會有很大規模的山崩或是地滑 甚至落石 這一兩個禮拜內一個月內 最好不要到山區去 尤其在中橫這一代 因為它一定會有很多的弱勢 餘震的規模以921地震來講 它會規模到6點多 6點多如果是這個地震是在路上的話 那當然它的影響會蠻大的就是 那如果餘震的話它是在海裡面的話 那當然就比較好一點 教授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這次地震跟上次921的差別在那邊嗎 這次地震來講主要是整個 我們台灣東部的板塊邊界發生的地震 那東部這邊來講最重要是 菲律賓海板塊跟歐亞板塊碰撞的地方 那過去漁網這個地震來講是台灣最主要的地震帶 所以經常發生很多地震 但是這次地震的規模是特別大 這大概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近百年來最大的地震 那雖然它的規模比921小一點 921地震的規模是7.3 那921地震來講它主要是在台灣西部 因為造山 板塊碰撞造山產生的一個地震 所以形態上不太一樣 但是規模或是它那個都屬於逆衝斷層造成的一個地震 我想它的造成的影響應該非常類似就是 那這一次是一次的能量釋放是不是沒有可能會在這一次 是不是之後可能遺震也會非常多 那期到什麼時候 我想一個規模到7點多的地震 我們以9月地震來講規模7.3 它的遺震會到一年多 我想這個地震來講規模到7.2 我想它的遺震也是會滿長的一段時間就是 我想這一般民眾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在花蓮這邊 另外一個是它的遺震之外 另外一個這麼大規模的一個地震來講 它會牽動到影響到旁邊的其他斷層 再引發的地震這樣 這是在9月地震的時候也有這種情形就是 我想這一般民眾要特別注意 所以假如說在這一次的地震 你房子有受損的話 那要特別注意 因為它的遺震可能會達到6點多 也會造成你的房子受到一些破損就是 另外一個是它會造成 因為台灣的山很高 潑路很陡會有很大規模的山崩或是地法甚至落實 尤其在東部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震我們看了它的一些資料出來 它的地表的加速度最大就是在利物溪花蓮寺這邊 它可以到0.4G這個加速度 那這個加速度它一定會造成大規模的山崩地法落實 所以我想這一兩個禮拜內 一個月內 最好不要到山區去 最好不要到山區去 尤其在中橫這一代 因為它一定會有很多的落實就是 所以我想一般民眾要特別注意 那魚陣的規模大概會到什麼 魚陣的規模以9.1地震來講 它會規模到6點多 6點多如果是這個地震是在路上的話 那當然它的影響也會蠻大的就是 那如果魚陣的話 它是在海裡面的話 那當然就比較好一點 像說簡單來說 就是這次的魚陣可能就是會持續達到一年 會 我認為這個規模到7.2 它的魚陣會達到一年 會有一段時間就是 我想今天這個地震 它短短幾個小時內地震它一直往北跑 所以你看它的魚陣 一直從封兵的外海一直往北到花蓮 現在地震很多的魚陣已經發生在花蓮市附近 甚至北邊的 所以在整個這個系統裡面 從封兵以北這個系統的斷層系統 已經都受到影響了 所以日後當然一定會有一些魚陣就是 那旁邊這邊來講 因為還有一條很大的一個斷層 叫中央山脈斷層 我看今天的魚陣已經有一個魚陣是 發生在那個斷層上面 所以它會影響到這邊 那因為這一次有發海嘯警報 哪一些地方是不是要特別的去警戒 它這個時間已經過了 所以自行上已經沒有影響不到 可能這種 因為它是在海裡面 規模要7.2 地表已經它的海床上面一定會產生變形變動 那這個海嘯我想了不起在這個地方來講 一二十公分 會有這種一個影響 另外一個是因為 我們台灣東部的海床很陡 所以基本上海嘯影響不會太大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平緩的 像我們如果是發生在西部的 台灣海峽裡面地震 大家特別小心 它一定會有地震 就像說這一次的1月1號 日本能登半島的地震 它的地震就是在海裡面 所以它有個大概三公尺的海嘯 我再問一個就是因為昨天有那個雲彩 比較特別 很多人就說是不是事先先看到這個雲彩 就是有個像是一眼珈 就是今天會發生地震 我想這個一般來講都是毛號報 那雲彩大概是氣候的因素 氣候的因素 那當然地震來講 我們過去很多人在研究 看它是不是有前兆 那現在科學界裡面比較能確認的 就是所謂的電離層的勞動 就是在地震之前 可能地底下已經有存存欲動 釋放出一些電波 一些電磁場出來 已經勞動到我們地震在上面的 天空的一些電離層就是了 但是問題是電離層的勞動 也會有其他原因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利用自然界裡面的一些現象 想要去知道它是不是有前兆來講 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很清楚 百分之百釐清它的原因就是了 很多現象來講 它會有很多的其他因素影響 例如說我們這樣說 我們家的那個前一天的那個 那個貓啦狗一直在狂叫 行為異常是不是已經偵測到地震 但是它的異常行為來講 也有其他因素啊 並不是因為地震造成的就是 那時候 針對氣象組說 這次沒有發佈國家警報 可是到那幾個研判會是 預估較弱的地震 可是這次的地震就是滿大的 你怎麼這麼看 它的警報系統來講應該是 我想 因為我不知道花嶺應該是有沒有 但花嶺它因為離開太近了 區域也來不及了 那理論上來講規模到七點多 我不知道這是台北的 整個台北盆地的震度達到多少 理論上如果照以往的 它的那個規範來講 應該會有氣障 有那個警報 國家警報出來就是 那你也看說是沒有很大地震 所以沒有需要發佈的嗎 那可能就是說 我想這個當然就是我們的系統 在偵測這些計算 因為我們台灣來講 我們的地震的側暴 是全世界最快的 三十秒 二十六秒內 我們就可以政策到這樣 但是這個系統裡面來講 是很多假設 所以它有些不同狀況的地震來講 可能它最後的估算出來的結果 可能就是會過低 因為剛剛警報的門檻 其實是要震度四級 其實台北盆已經有無落了 但是它好像是預估的時候是第一爆 會不會覺得說這個系統 其實後續應該要再做一些改善 我想這應該的 如果這樣這麼大一個地震 你根本沒有警報 我今天其實我今天早上 一直在等警報就是 其實它都沒有 我想這一部分 它氣氧局這邊應該會改善就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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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